這個虛擬人物 不是他的完美另外一半而已 是他的救贖 OK 好 喜歡銀魂的是誰 這個是銀魂裡面的 瀑田銀石 對不對 瀑田銀石 喜歡他多久了 衣服也是 13年了 打開一下衣服 哇 請問你的 瀑田銀石是什麼星座 剛好雙十戒 雙十戒 天平座 OK 好 喜歡十幾年了 對 從七歲到現在 然後到果仲才意識到 原來我喜歡他 就從以前最一開始 我覺得有這個角色是理所當然的 到後續我發現 好像沒有他不行 這個說法有意思 這是日久生情的意思 日久生情 一層支持的感覺 瀑田銀石 瀑田銀石的天平座 他的設定是這樣子 平常是一根廢材 對 很廢 很廢 會做出很多不帥氣的事情 例如歐皮賽 講那個 那三位 講一些很粗比的話 但是是個擁有武士魂的男人 堅信貫徹自己的武士道 遇到事情所展現出來的氣度跟實力 沒有人不被他感動 他的信念會也影響周遭的人 而且他還有個特異功能 他對於討厭的事情 會很快的忘記 所以他常常不記得曾經見過面 而且是跟他有過紛爭的人 哇 這個厲害喔 你喜歡他哪一點 全部 原則上我認為天平座的這個設定呢 跟天平座不太相像 這種個性呢 我覺得比較像 放浪行孩的水瓶座 比較 但是呢 天平座呢 如果說 他會故意的做出一些 不帥氣的事啊 挖鼻孔啊 講髒話 這肯定他不太喜歡原來他自己 或者是呢 但有一個點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常常在人際關係當中 不能做自己 而呈現出來的另外一種反動 我就是故意要唱反調這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個飲食反而 比較像水瓶座的特質呢 因為他其實也有一段 算是很沉重的過去 但我覺得這個過去 一定造就了現在 他這個樣子 我覺得你們 所以我在想 這可能某一個部分 呈現是你內在的 另外一面的理智器 那你知道他很沉重的過去 也是虛擬的嗎 知道 就那一切我都知道 那都是假的 那不存在 可是我還是 就是深深的 被他吸引住這樣 因為我也有在看《銀魂》 他的那個人設 他就是把他弄得很有益氣 然後之前的那個沉重 就會去更去說明那個益氣 然後你會更佩服這個角色 所以另一個東西 有時候我們在日常生活 會看到人性的黑暗面 可是你在漫畫裡面不會 因為這個作者 絕對不會把阿銀畫得 沒有益氣 或是遇到攻擊的時候 讓他落跑 這個人設就是固定的 他不會人設崩壞 對 他不會人設崩壞 可是日常生活 我們人設是會崩壞的 所以才你可以一直維持 一個理想的狀態 所以這個崇拜的維持 反而會比較容易 我們每四年就會被 政治人物人設崩壞一次 太過真實了 那你可以告訴我就是說 飲食陪伴你什麼樣的一個過程 我之前其實常常 常常因為一些事情被 就是被霸凌 然後有時候人會排擠一個人 是完全不需要遠贏的 對 對 我被排擠了六年 六年 對 從國中到高中 然後 因為其實你被霸凌的當下 很少人會真正的為你挺身 也不會有人幫你說話 就變得說是 虛擬角色也好 歌手也好 他們就會成為我們一個很大的支柱 然後他剛好也在 我真的快要受不了的時候 拉了我一把 你曾經到什麼程度 因為我的家庭關係 跟我的人際關係 加上 很沉重的課業壓力 我一度想要自殺 可是我又很怕痛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甚至還有嘗試吃過安眠藥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開始想說 因為我真的不是那麼 那麼很早就去死 我要有很多事情想要做 對 然後我就去看了 我以前看的動畫 就是《隱魂》 然後看了看我 發現 就算他的過去比我沉重 他還是挺過來的 那為什麼我不試著去撐過去這樣 對 我們其實 他從這個角色裡面得到力量 我們也從多少的小說裡面 去得到力量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對不對 他有說過一句話就是 與其想著如何去死 不如在最後一刻 也掙扎下去 就我會覺得說 儘管我的生活在怎麼痛苦 那我也不能一直想著 要怎麼去死 或是我的其他事法 我應該要更注重於 我眼前的東西 那他給你什麼勇氣 他給我的勇氣 說真的還滿多 他讓我有 我去做自己的勇氣 因為我覺得 他是個非常神奇的人 他討厭的事情 他就說討厭 他喜歡的東西 他就說喜歡 可以直接講 直接表達自己 這真的是需要勇氣 對 我覺得現在的人 都非常需要被認同 但有時候我必須說 自己討厭的東西 就必須要說討厭 你沒有必要去 為了迎合世界 去 對你討厭的事情 所喜歡 好 這邊是金將 他的一個態度叫做 不論你是什麼人 如果你不會隨著風氣改變 一直用自己的方式生活 不要怕 一定會有欣賞你的人 跟願意待在你身邊的人 哇 超勵志 這句話真的超勵志 對 美人姐 我聽彭莱講 就我很有感觸 就是因為 我自己也一直在看 這樣的漫畫 譬如說 我最喜歡看的叫做 第一神拳 初めの一歩 然後 在我得憂鬱症的時候 劇中的角色剛好得到 那個 Punch Trunker 就是拳擊手腦部的症候群 就是痴呆症 所以他就必須放棄他最愛的拳擊生涯 然後我就會同感說 原來他這麼強 他已經打到幾乎日本第一 然後要去挑戰世界了 他也會有這麼低潮的時候 所以我看著他我就覺得說 不是每個人 不是只有我這麼糟而已 就連這麼厲害的人物 他也有這麼慘的時候 所以我就跟著他一起爬起來 可是同時間 我可以同感就是 蓬摘他的心情 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得講就是 在蓬摘這麼年輕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仰賴這個 二次元的人物來幫助你走出 人生的這種低潮或困境 我其實聽得是滿心疼的 因為這表示 因為我已經到了一個年紀 我身邊其實沒有太多親朋好友 可是像你 我覺得你應該還有更多人 應該在你身邊 對 要關心你 然後值得你付出更多的關懷 跟你的愛 去回饋給他們之類的 跟你講是這樣講的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 光明正大的過日子 想抬頭挺胸前進 卻又不知不覺 沾了一身的泥巴 即使如此 只要能夠堅定自己的道路 泥巴總有脫落的一天啊 太理智了 好理智喔 尤其對那個 你覺得你泥巴都弄掉了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 在未來人生當中 一定還有更多的泥巴 會雜強自己 非常好 因為他真的是 Gin Zhang的信徒 因為Gin Zhang也講了一句話 人的一生 就像背負著重擔 走在一條遙遠的路上 一旦沒有了那個負擔 走起來就完全不會有趣了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在Gin Zhang這一個部分 我在猜盆栽真的是 在裡面學習很多 包含你可以很 就是現在說得出來說 那時候會被霸凌 其實有時候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Gin Zhang裡面的經驗 跟他過去的沉重 真的會讓你感覺 有的時候有些困難跟痛苦 它可能沒有原因 可是我們可以從裡面找到意義 對不對 美人姐 我想要跟彭哉講一句話 就是這個漫畫 它的編劇 它把這些話 不管是勵志的 或者是它的生命哲學 它的世界觀 其實都埋在這些台詞裡頭 但是我覺得 這個不是一個 雙向溝通的過程 這是一個單向 你被灌輸的過程 也許你會從 它這些台詞當中 學到了一些對世界 也許不是很正確的觀點 比方說剛才所講的 世界 人生 就是一個背著重擔 不停往前走 我就不認同這個觀念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在他身上 找到一些力量 但是你一定要找一些 大哥哥 大姐姐 比較有正向的人生觀的人 多多跟他們溝通 也許他們會給你 對於這些世界 一些不同的參考的價值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老師希望你除了 這個Gin Zhang給你的鼓勵之外 你應該把Gin Zhang的話 跟真實的人生 比你有更多歷練的人 來對照一下 Gin Zhang的話 他們覺得 什麼部分是認同 什麼部分是可以修正 或者是有更多 不同的一個感受 是